曹操麾下向来不缺少顶尖的猛将和模式,但在他庞大的智囊团中,最受曹操重视的除了国家外,就是寻遇了,国家善出奇谋,曹操采取他的计策,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,可惜天度英才。 国家38岁时在行军途中因病去世,曹操在兵败赤壁后还痛哭表示,如果国家还在,他不会遭受这么大的失败,可曹操的哭明显有些假,当初寻遇在曹操出征前就为他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路线,可曹操却没有将寻遇,贾许等人待在身边。 而田仇、鲁鬼哪里是周瑜,鲁肃的对手。 如果寻遇跟着曹操南下,赤壁之战的结果还真不好说,因为寻遇至谋无双,在曹操统一天下的进程中,他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。 曹操对寻遇的评价也很高,将其比作汉之张良。 由此可见寻遇在曹操阵营中的作用和地位。 可据卫视春秋记载,曹操后来只用一个空石器,就逼得寻遇结束了生命,而曹操也没有想到,寻遇死后,其后代直接辅佐司马家族覆灭了曹魏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一切还要从寻遇中于汉室说起。 寻遇中于汉室,心系汉室安危并不是凭空一说,而是有迹可寻的。 当初天下大乱,寻遇随宗族来到冀州避难,而冀州彼时已经是袁绍的地盘,于是寻遇选择为袁绍效力。 不过,袁绍可不是汉室的坚实拥顿,他想要另立新军,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 寻遇发现袁绍无法挽救大汉设计后,他直接选择离开,转头已经树立起忠于汉室形象的曹操。 这从侧面可以证明寻遇向来是支持大汉的。 投奔到曹操那里后,寻遇给曹操提出的首条建议就是迎奉天子。 而曹操也采纳了寻遇的建议,直接派兵将汉宪帝赢回了许昌。 当然,世人对曹操此番行动的解读是邪天子以令诸侯,而曹操自己恐怕也是这么想的。 欲劝太祖曰,西汉高祖东伐为异地,搞肃而天下归心。 自天子拨月,将军守畅一兵,徒以山东扰乱,未能远赴官幼。 然由分浅将帅,蒙显通时,随遇难于外,乃心无不在王室。 是将军以天下之素之言。 太祖遂至洛阳,奉迎天子独许。 但寻遇提出这条计策的目的或许很单纯,就是令汉县帝摆脱险境,然后在曹操扶持下能够平定乱世。 重塑大汉昔日荣光。 仅从寻遇的愿景来看,似乎刘皇叔刘备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那么寻遇为何没有选择刘备呢? 首先,刘备没有实力。 寻遇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,刘备还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地盘,只能跟在公孙赞,袁绍等人手下混口饭吃。 这时候而刘备事业没有丝毫起色,在众多势力中只是个小偷鸣,不值得效忠。 其次,汉县帝在曹操手中,寻遇有志于匡扶汉室,那他效忠的对象首先要是大汉皇帝。 而汉县帝已经在他的谋划下落入曹操手中,他已经别无选择,至于刘备,只是个大汉宗室。 天下汉是宗亲和齐多,唯有汉县帝才是正谱。 寻遇自从追随曹操之后,没少为他出谋划策。 而曹操也十分重视寻遇的意见,对他信任有加,要知道曹操是有名的一心重。 而在他领兵征讨袁绍、吕布等人时,却放心将大后方交给寻遇管理。 由此可见曹操对寻遇的重视程度,而寻遇也没有辜负曹操的信任,尽心尽力办事。 努力为曹操营造一个稳定的大后方。 此外,寻遇还为曹操举荐了国家。 细致才等一批人才。 如果抛开两人的目标不谈,他们的确算得上是最佳拍档。 可问题恰恰就是,寻遇和曹操对于汉氏的看法不同。 寻遇认为曹操应该兴盛汉氏,当一个忠臣,而曹操则觉得天下唾手可得,不娶妄为人。 于是两人之间的矛盾其实一直都存在。 而引爆这个矛盾的点则是曹操想要进公爵加九席。 公元212年,董昭等人上书劝曹操晋升为为公。 而寻遇在曹操集团中地位很高,影响力很大。 曹操便叫来寻遇商议。 而寻遇的回答令曹操很是不满。 绝国公九席被误,以张书勋。 秘以资欲,欲以为太祖本性义兵以匡朝宁国,顶忠贞之城。 守退让之时,君子爱人以德,不宜如此。 太祖犹是心不能平,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,曹操心中很是生气。 于是对寻遇日渐疏远,将其调离曹魏和心层。 而寻遇之所以反对曹操成功,就是为了阻止曹操篡汉。 而这也使他站在了曹操的对立面。 自从寻遇反对曹操成功以后,寻遇与就曹操已经不是一路人了。 而寻遇所代表的门法士族也已经成为曹操称王道路上的绊脚石。 所以曹操不得不杀寻遇以达到镇上门法士族的目的。 因此才会赐予寻遇一个空石河,暗示寻遇自我了断。 寻遇的死在曹魏集团内部产生巨大影响。 毕竟寻遇推荐的很多人才都在曹魏集团担任重要职位。 而这些人大多出自门法士族。 因此他们与曹魏集团逐渐离心离德。 寻家自然也是如此。 而寻遇的儿子寻遇后来更是成了岛威的极先锋。 寻遇是寻遇的第六子。 从小聪明伶俐,后被姐夫陈群着重培养。 在大将军曹爽当权时期, 寻遇暗中与称兵不出的司马懿结为同盟。 后来更是在高平陵配合司马懿夺得曹魏大权。 此时起,寻遇已经不是曹魏的臣子, 而是司马家族的心腹。 之后司马氏废掉曹方。 改立曹毛为帝, 寻遇发现新帝并不简单。 于是他向司马氏献祭, 借宣扬曹毛仁义之名。 观察各地大臣江领们的态度和动向, 这一计策果然有用。 揪出了反对司马家族的冠秋简、 文钦等人。 提高贵乡功力, 以言与景帝约, 金上剑座, 全道非常, 一速前使宣德四方。 且查外置, 冠秋简, 文钦果不服, 举兵反。 司马氏病逝后, 司马昭对巡蝇也十分倚重。 每次领兵出去打仗, 都留巡蝇看家, 像极了当年的曹操与巡蝇。 而司马延建立晋国登基称帝后, 更是对巡蝇无比赞赏。 不仅让其担任太尉, 是忠之职, 后来拜起为太子太父, 司马家族能够取代曹魏建立晋国。 巡蝇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, 曹操若是看到这一幕, 不知该有多后悔当初没有战草出根。 常言道, 天道好轮回, 曹操当初杀玄狱所带来的后果, 最终还是由其后代子孙承受。